你们这一辈子有没有一些 曾经帮助过你的贵人 有 有好多 好多 这太多了 我的贵人是罗文老师 因为当年公司 就安排了我当他的学生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会觉得老师可能只当做 好吧 我再照顾一个 我们公司的小女生 但是他给我的一些感觉 是不止于此 他安排了我 当他演唱会的嘉宾 我还不是歌手了 当时的时候 然后我说我不配 老师 你想清楚没有 我说我怎么可能 当你演唱会嘉宾 然后他说我说你可以就可以了 他心里有树的 其实有没有才华 你以为一个这样的 这么经典的长辈 会乱来放一个傻的上台吗 其实我也是因为罗文老师 然后老板才要我 就是那天我去诗音 我就唱了曾宋文的 还有张慧妹的听海 就是往高难度挑战 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两首歌我是管理得挺好的 我自己以为 然后呢 曼妮跟老板两个人就有点皱眉头 就我在唱的时候 然后老板就问罗文老师 这个怎么办 这个那么大 这个唱歌 我像妈妈的 然后罗文老师就跟老板说 他可以的 他可以的 就锻炼一下 然后老板才要我 所以我也挺感谢他的 但是 就是有一个 小小的遗憾 就是他 就是我还没有 跟他说过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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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